PP这个牛市到底还能涨多少倍 它值不值得投资 它能成为秘密板块的容易吗 我们现在买PP 它是一个好的买入时间点 如果你确定要买PP 它的一个仓位配置 在多少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来分析一下这个PP代币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CryptoBubble 这个网站上面去查到PP的一个信息 OK它现在的一个市值呢 是21亿 然后呢排名是排到48 然后前50 24小时的成交量是8亿 OK然后呢每一个PP等于多美金 这个是它的一个价格 然后呢近一年呢上涨了1391% 然后过去一个月呢下跌了32% 每上一周32 然后呢当天下跌了9.7% 红色的是下跌 然后呢这个绿色的是上涨 那我们通过这个Crypto 它这个的超链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inMarketCap 我们可以进到这个网站上去看到PP的一些进一步的一个详情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这个价格对吧 近一天你看它啊有所上升又开始下降 我们看七天的 七天的话我们发现你看近七天它其实是第二慢的对吧 当然最低点的时候是在这个4月14号今天16号的话它又涨回了一部分 那我们看一个月的对吧一个月的它整体呢最近大家都知道啊 整体不仅仅是PP啊 基本上所有的三代币包括比特币啊 它都下跌比较严重 所以说应该整体来讲是一个好的一个啊买入的一个逢低买入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看看近一年的话它其实已经上涨了很多 差不多是在这个2月25号对吧 你看它开始往上一直线啊 这个基本上一非常大的一条线往上涨的 如果你是2月24号买的 那你真的是即使跌到现在0.0005 你依然是赚了应该好多倍对不对 OK这个呢是在这个CoinMarketCap上面的看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市值的一个变化 对吧整个一年也是这样子的市值因为它的这个代币的价格 如果它的数量是一样的情况下 它基本上就会跟它的这个市值的一个上涨变化啊保持一致 那我们点开这个所有的啊 当然呢像这个秘密啊像那个帽子狗啊 对啊我们在这边我投资的几个秘密代币啊 我都有啊这边有罗列 它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什么意思呢 他们应该都属于这个啊比较新的币2323年24年 对吧 除了像那个狗股币和实币 它可能是一个老币嘛 那本着这个币圈炒新不炒旧对吧 所以说PP呢还是比较有潜力的 OK这个是通过CoinMarketCap看到的 那如果我们要用这个啊另外一个啊 这个工具来看也是一样的啊 叫这个CoinGecko啊 它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功能 OK我上一次呢去对PP做过一个系统的一个分析 带着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PP啊到底能涨多倍 然后呢我先把结论给大家说一下啊 PP呢我自己一估下来呢啊最差能涨1.93倍啊 这91.93倍是怎么来的呢 我直接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边啊有这么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工具 就是来算倍数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PP 然后呢这边一样的我们输入PP 然后呢它是怎么查出来的呢 相当于就是说啊PP现在的价格 或者然后呢除以它这个目前啊 历史的一个市值的高点 你看1.99倍啊 那这个叫PPnowPPATH啊 这里的ATH就历史最高嘛 历史最高啊是它的一个市值而不是按价格 这样的话会比用它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的价格 除以历史啊当下的价格会更合理 因为市值嘛 它是呃更综合的一个呃因素 因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叫什么啊 一个代币的市值是有两个要素构成的嘛 等于什么等于代币的价格 对不对 然后呢乘以代币的数量 那如果一个代币它是全流通状况啊 全流通 那基本上它的市值呢 肯定就是基本上是就只会取决于它的一个代币的价格 但如果它的这个啊还有一些正会陆系流通 或者说解锁的 那它就是我们看市值会更合理 所以说基本上还有两倍啊 这个是最差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它在这里没有跑成这个融一 没有跑成这个融二 也没有跑成融三啊或者说也没有啊 市值随着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份额上升 也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正常来讲的比特币每四年减半 对吧 比特币上一轮的市值是1.2万亿嘛 1.2万亿 1.2万亿 那在这一轮呢 对吧 正常来讲呢 它整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市值应该会有5到10万亿 我之前其实是呃 我们在之前应该是给大家分析过 就是看大盘 因为大盘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代币 包括比特币 它要增长 最核心 它要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就是说 呃 它整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总市值 我记得上一次是哪一个代币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有给大家去讲过 呃 15倍 让上一轮牛市的话 它是涨了这个呃 三倍还是几倍 那这一轮的话 我们基本上按照它能够涨个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就是你想啊 这个比特币现在是1.2万亿 然后呢 涨个呃 两倍对吧 那它是不是就是呃 2.2.5万亿嘛 涨个三倍啊 你就可以这样去推演 最终推演出来 就是在这一轮牛市 整个加密货币的一个总市值 应该是在 呃 差不多是5万亿到这个10万亿期间 然后比特币占了一半嘛 其他的加密货币占一半 这个我一下子没有找到啊 没有一下子不记得之前 呃 写在哪了 反正到时候找出来 或者说大家可以 呃 看这个 我的这个主页啊 可以连接我 我朋友圈应该有发过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或者说进入我们的付费社群 到时候都可以再跟你们去说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批批啊 那我们说一下 它的这个一个市值的一个分析 所以刚才提到 它最差应该也有个1.9倍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这一轮它涨到了这个龙啊 啊 就上一轮的龙啊 比如说它达到了这个 使币的这个市值 这个位置 对吧 啊 它如果达到使币 现在的一个市值的话 它有6倍啊 5.96倍啊 使币现在应该是 127亿啊 127亿啊 OK 所以说它就会有什么 有个6倍啊 然后呢 如果它涨到了使币 上一文 上一文最高应该有800多亿 它就会有18倍 如果它啊 真的很牛逼 跑到了这个啊 狗狗币 成为了这一文的牛市的 这个秘密币的龙一 它就有10倍到40倍 是这样来的 所以说基于这三个啊 这个回报的一个估算 那我觉得PP一定是我相对比较重仓的 它会占我仓位的3% OK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我上次的一个分析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现在的市值 最高市值是42亿 PP最高的市值是跑到过42亿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最近跌的比较严重 跌了一半 所以说PP下跌50%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买入时间点啊 这个是首先是 如果就没有全仓的 对吧 还有子弹的应该是可以加一些 那现在的市值22亿嘛 接近还有两倍的空间 然后呢 最高的价格是跑到0.0001 现在的价格对吧 啊 这个是我前天去统计的 差不多 现在的价格应该差不多 应该可能上涨了一部分啊 上涨一部分 我们可以点开这边 刚才有看到 0.0001比较多 这边是5019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多少 你看啊 50 你看又降了一点 对吧 两者也有1.9倍 然后呢 这刚才说的 如果它跑到了这个狗狗币的一个市值 它就是10到40倍 你看啊 这个就是PP除以PP的一个价格 除以狗狗币啊 当下的一个市值是10倍 然后PP的一个价格除以狗狗币 在上一位牛市的最高市值是40倍 然后呢PP如果没有跑到荣一 跑到荣二 对吧 就是用这个屎币来作为这个飞母嘛 啊 它是跑到了屎币当下的一个市值是5.96倍 跑到这个屎币最高的一个市值是18倍啊 18倍 所以说综合下来啊综合下来 所以正常比特币减半啊 其他啊 它的市值一般会增一倍 那我们说啊 即使PP这个硬气比较差 它没有成为龙一和龙二 就没有这个10倍到40倍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它本身呃 只是回到自己的一个前高也有两倍 那正常呢一般而言每一个人的牛市啊 对吧 每个代币的市值都会比上一位呢 应该会有个两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说最差的情况应该会有个4倍啊 这就是PP 那以你一个确定性的相对高确定性的一个4倍 对吧 中确定性的一个啊差不多10倍 那这样的一个代币你不去哎 入那你还入什么呢 对不对 这就是PP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问题应该都给大家回答 就是PP这一个牛市到底能长多少倍啊 其实照我看来是应该是是4到40倍 这样的一个空间对吧 然后呢它能成为一个容易吗 我觉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讲一讲 因为呃就是三千克嘛 秘密三千克啊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帽子狗 第二个呢PP 第三个呢就布尔姆啊 那当然呢搞不准有时候跑出一个黑嘛 索安塔现在当中的bunk跑出来啊 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至少占个25%吧 呃四个代币来分嘛 Flocky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可能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跑成融一或者融二的概率 应该有个30%啊 如果是不说容易到融二的话应该30到50 现在是一个好的买入时间点嘛 市值都砍半了嘛 价格减半了嘛 那常位配置是多少合理 我觉得呃看每个人的配置吧 因为我还是相对稳健性的 因为比特币占我50%啊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持仓 这个呢我之前也分享过 那你看啊以太坊占我10% 索安塔占7% BNB占3.5% PP占3% 那肯定也算我的这个重仓了 对不对那不管它涨5倍 还10倍还40倍 那我会觉得整体的回报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 ok这个就是关于呃这个PP给大家的一些解读和分享啊 希望大家喜欢啊再一遍 那今天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啊 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进入付费设计 一起勾搭玩耍啊一起交流 获取一些财富密码 那大家直接去我主页啊 能看到我的这个联系方式 ok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